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湯博士我們疫情多了一樣犯罪行為 就不是吃飯的飯 就是犯案的飯 沒得犯罪 因為沒得吃飯 是我們吃飯醉 吃火鍋就沒得做吃 要忍一忍口 因為大家躲在家 太空了 去年警方的數字 電騙和網絡詐騙的數字 無論是金額和中數都創新高 升一倍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有沒有收過這些電話 真的收過 不過我就裝不懂聽國語 不知道什麼 他一打來就說是阿表弟 這樣就是 有些電騙是自己拿來的 為什麼我有一些朋友 有些朋友很有趣 我來講電騙 他就常常說 我都不知道多聰明 我玩些電騙的 我和你聊了一段時間 就告訴你 哎呀你電騙嘛 浪費人家十幾二十分鐘 但他自己也浪費 不過他沒有工作 他沒有來玩 我來玩 你不好玩 他可以打電話給你 他就有你一些資料 少少資料 你不聽他 或者你抱歉 我不知道你剛剛收了線 他就不會騷擾你 但你這樣和他玩 他就開始玩 開始起你的底 這個人是可以引導你的 你發覺你有什麼事 因為現在就沒有了 反修例成功 沒有了你可以這樣引導回去 如果不成功 真的很害怕 為什麼呢 譬如現在有很多情況 譬如以前很多人都試過 黑市對會 你國內有錢 黑市換來香港 因為你在國內試過 交通意外 也有商業糾紛 甚至 不規矩男女關係 諸如此類 都是一些罪行 如果你被人知道 他就跟你說 他就嚇到你 暈倒了 我覺得你有一部分電騙 是被騙的人 自己厚度 自己去回答別人 我覺得你對付一些 我不敢用對付 我應付他們 就是說你不要理他們 即使我用一個最淺的理由 就是這個人去買假藥 你知道去買假藥 賺錢 你自己走開就算了 你可以告訴別人 不要買假藥 但是你不能當面刺穿 你賣假藥 你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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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變成 你去碰騙 你說去碰騙 那他就是騙你 我朋友 後來判了很多錢 後來他真的 已經預算了一個碰騙 被人捉上去 就損失了很多錢 損失到他 不敢說我們 你百轉經驗 你說張軍 馬翁虎 中文幾十年的 你為什麼會出現這樣 問題就是你去玩別人 你去玩別人 那些騙徒 讓你玩一條氣不順 就開始起立地 還有他們都是製作 很有系統的 不是說 胡群九黨 有一個後援 起底 很厲害 講到似層層的事情 是因為做了 研究 對於你的背景 你有什麼業務 講到你好像 知道我這麼多 你不接觸 你不接觸 那就最好 你接觸 就開始被人 上吊了 吃著想 我最害怕 還有很多案件 最後揭發出來 好像最近說 半生婦婆 兩億五千萬 虧了 搞到新地也要澄清 不是 這個 有人說 我跟人家賭 一定不是 不是 他昨天澄清了 已經出了新聞 一定不是 今天有周刊說 姓什麼 姓 古月 古月 龍沙的古月 我又不敢肯定 可能 大會Sir說 就是 篩開你 讓你上去別處 不知道誰 但是 都可以拿到 這麼多錢 很厲害 那他又不是一次 不是透過一次 五六次 十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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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十一次 慢慢套套套套 他又不斷給 那個故事 可能繼續有些新事 就是 腰倒一個 心裏面的事 還有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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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和借錢 不是一樣的 譬如你 你輸了 第一次被人騙 騙 十萬 第二次 人家說 你這樣做 可以收回 那十萬 你沒有理 我認為 你一定 當這些輸了 你沒有 如果我這樣做 你幫我做回事 可以拿那些十萬 沒有 還有 就算十萬 不要再說 我上月 拿花了 不要 因為財到江棍手 那你不如當輸了 就好了 你輸就有限 譬如 婦婆 兩億半 如果他兩億 兩千五百萬 輸 我們都覺得很多 兩千五百萬 那你都省了兩億多 今天我看那個 雜誌 他說 如何發掘出來 原來 他供孫仔讀書 他說 沒有錢 沒有回錢 他供孫仔讀書 嘩 這樣才是一件事 因為沒有錢 抽乾了 抽乾了 如果真的 真的很悲哀 很多都是線上線下的方法 不只是說 其實電話或網 是釣你上癮 以前做處理的 那些庫主 那些個案 有些人 約你出來喝茶 喝茶 然後 那些婆婆 可能就 說鄉里 罪咎 說得很刺濺 然後 就在茶裡 不知道下了些什麼 然後他就傻一傻 去了銀行排隊 你講起這個 我真的相信 為什麼相信呢 因為我自己 都試過幾次 突然有個電話來 我現在來到公司一起吃一頓 我又不認識 又不認識 我說 如果有什麼事 工作上的事 你跟同事說 你也不要說公司的名字 不要說同事的名字 他們都知道了 他們都知道了 可以談生意 想認識你 我說 沒有什麼好認識 不是說 當然是說自己沒有空 公司開會 當然是這樣 但是 就像你說的 就是 有些人 其實是不認識的 有什麼話 沒有話說的 你一人去逛逛 就是 說一下吃飯 就被人吐了尿 沒錯 吐了尿 就是 原來你 有幾層樓 沒有按揭 就開始慢慢逃離這些東西 魏康都中招了 香港第一主筆 魏康都被人上門了 所以 還要聊了幾個小時 就讀那一篇 所以 最主要是 你不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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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掌調就是 你一接觸 我都看過 外國一本 黑客社的書 他就說 他真的自己就是黑客 當然可以匿名出這本書 他說 一般電影 黑客 經常都 戴著 頂囊帽子 在那裡 整個紮藍 他說其實不是 最成功的 黑客 花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 要 在日常生活 例如 你想要知道他的密碼 要怎麼進去 他就真的跟蹤 看他的喜居生活 他的習慣 他的喜好 當然網上的資訊 他會做 但網上的資訊 反而更加多 就用來建立了對他的認識 知道你要去黑他的東西 就是 他當然喜歡這樣的密碼 電郵 所以 線下的活動 反而是最重要的 準備工作做得很足 準備工作做得很足 對 所以 管理說 就是在建立你帝 在建立你帝 你就不要 那麼多接觸 不要那麼多接觸 那些社交網站 又設定私隱 湯莫斯 你經常都跟身 設定私隱 不要那麼多人見到你的個人資料 沒有啦 現在什麼都不放上去 不要留下言說 我們茶餐廳手機更新一下 好 今天很感謝湯文良博士